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 海淘法师 红发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各位念 念的时候我讲的是现在的心不是嘴巴 心念到哪一尊佛 让佛的心进入你的心 或是让你的心进入佛的心 好不好 这样就没烦恼了 你讲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悲观世因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因菩萨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归佛 愿发菩提心 净化贪心 规法 愿体正空性 净化愚痴 归身 愿圆满大悲心 净化称会心 愿成佛道 普度众生 好 大家好 请放长 很多人跟我第一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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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按照佛教来讲 不是第一次 过去是好几次 然后现在又碰面 但是我想碰面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希望大家找到自己 找到自己 因为大部分人都所谓迷失 因为每个人都在追求往外 我的老公在哪里 我的身份地位在哪里 我的钱在哪里 我想各位已经跑到黄金海岸了 已经不错的地方了 但是不见得你找得到你自己 所以有一句话是 事实上每个人都离自己很远 事实上最近的地方不去找 我们都往外 所以佛陀会讲一话 祖师说了 苦海无边 回头是安 往外求是苦 往内净化才是快乐 那各位要背一些这个 你现在希望别人怎么样 你会很痛苦 我希望我老公怎么样 我希望我儿子怎么样 我希望老板怎么样 每个人都想要去主宰这个外在的世界 就像各位看政治 这些有影响力的人 所以他们也很痛苦 因为他永远控制不了 等你把整个地球都掌控了 就怎么样 迷失自己 就像一个女孩子 不谈恋爱觉得寂寞 谈了恋爱结婚以后 苦来了 因为你没办法掌控它 就像一个就算结婚了 我要生个小孩 没生好像觉得没面子 生了以后 这下没有不谈面子 很痛苦 因为改变不了它 所以我想佛陀告诉我们 还有一个最好的就是 一切你都没办法改变 唯一能够改变的是你的心态 怎么样 接受对方 就像一个人得癌症了 他不能接受 我为什么得癌症 我为什么得癌症 所以事实上如果按照佛法 癌症是身体 不是你的心态 如果你把生命定在这个身体 这个生命对我们就是惩罚 生老病死 非常痛苦 而且结局一定不好 所以生命是定在我们的心态 你的心态如何平静 什么叫平静 一般人想说 儿子你不要生病 我就平静了 老公你要回家 那我就平静了 那这个是痛苦的 平静的讲法是 就像虚空 他接受一切 就像他土地 他接受一切 本来这个土地是很美的 然后很清静的 盖了这么多大楼 土地也没讲话 天空也不会讲话 所以要是我们的内心里面 装不下那个东西 所以很痛苦 那问题是我们本来 来念一下 内心本清静 内心具足佛性 极乐世界在我心 我心即是弥陀心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南无阿弥陀佛 叫你赶快回家 因为你的心就跑掉了 我儿子怎么样 那个钱怎么样 那个东西怎么样 身体怎么样 你就会很痛苦 我想就像很多人结婚了 他认为说 一个好的婚姻 一个和谐的家庭 生命就安定了 但是偏偏一下那个感冒 一下那个变化 一下那个变化 如果把快乐当作小孩都不生病 那你根本就不要生他 因为没有一个小孩不生病的 没有一个事情不变化的 这个世间 所有的真相就像天上的云 漂不漂亮 因为变化 但是你想不让他变化 这个就是佛教讲的 执着 所以念一下 执着就会痛苦 放下才有自在 所以看看出家人 有没有钱 墨游 有没有爱情 墨游 有没有身份地位 没有 我们是个乞丐 因为没有所以自在 海涛法师有太太 这下完了 海涛法师有财产 这下惨了 那我没有快乐可言 所以快乐来自于没有 我不是没有 本来有 但是有了很痛苦 有失业 有太太 有小孩 有房子 有一步 我不会开车而买的车 因为要放在那边 然后这个就是 活在别人的脸 面子问题 面子问题 就像这样好吧 别人都180公分 就你140公分 长不高 你会很痛苦 为什么 那你就站在二楼 不要下来就好了 所以重点上你的心态 因为我的心没有执着 我一百公分都很快乐 我的内心有执着 我两百公分还是痛苦 比较 计较 这个叫阿修罗心态 阿修罗就是说 我很有福报 但是我要赢过别人 那什么叫天道 我很有福报 但我骄傲 看不起别人 叫天道 什么叫人道 就是欲望永远不满足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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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有 请问这里面 家里有没有游艇 我没有 所以我要有一个 那就是一直这样 觉得很痛苦 所以快乐不是你有钱 快乐不是你先生太太 非常爱你 快乐是你心里面平静 无所求 接受一切 这栋房子是你的 那方便就好了 有没有没关系 如果你觉得 这栋房子我永远要掌控 那你就很痛苦 所以外面的海滩 漂不漂亮 谁的 大家的 去享受吧 所以你那个时候 你踏在海滩上 走来走去 这个是公家的 这个是大家的 所以你没有压力 他好 你就说他好 他不好 那就算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别人的儿子这么拐 为什么我的儿子这样 因为你一个我的儿子 为什么我的命运那么不好 为什么别人要害我 这个里面最大的根源 佛陀讲的 无明就是 我们一直觉得 这个灯一直上 怎么办 在摄影 因为在摄影 只是波 什么叫佛法 你讲解决问题 佛法不是叫 我们什么空就不要管 虽然不执着 把事情弄得最好 好不好 所以 佛教讲禅 讲空 讲放下 讲自在 讲什么 一切随缘 对 随缘不是随便 管它去闪 不行 因为人家看电视不方便 我也不方便 你也不方便 但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等吧 这样 但是你不要 不去管它 这无管我是 这个叫空性 什么叫空 不自私 空 就是没有一个我 我就是世界 我关心一切叫空 比如说你是老板 那有点像空 因为老板要关心厕所 薪水 员工 什么都要关心 但是老板有一个执着 这个公司是我的 就是他的苦命 如果每个员工都认为 这个公司是我的 我要好好关心他 从董事长到扫厕所到 我都要关心他 那这个叫空 不执着他 却关心他 那这种人保证做老板 保证人家最好做总经理 所以有些人跟我说 哎呀师傅 我不够聪明 不是你不够聪明 是你很执着 所以你把事情办不好 你很爱面子 所以你唱歌唱不好 如果在浴室就唱得不错 因为没人看 所以我是生命的敌人 障碍主 这佛教要我们有 无我的智慧叫禅 明明我存在 为什么讲无我 这个身体啊 爸爸妈妈给我的 这个身体呢 是水啊 太阳啊 水果啊 蔬菜 给我的这些 这些很多国家做的衣服 保护我 我这个生命是世界 所以有人问佛陀说 请问你的名字是什么 念一下 世界啊 对 他的生命就是 他的名字叫世界 到真理 他不属于什么 因为万法的本体 叫佛空性 如果一直不过 这边可以坐 这边可以坐 这边还有 看到你们来 很高兴 佛教有希望 最好带小朋友来 学学中文 学学佛法 所以以后就 这边坐满 再留这边 这样聪明吗 Next time 留那边 各位知道 一次的经验 有没有记住 这个叫智慧 门进来 这边只有一个 水就这边空的 这边满 就是这样 然后进来人就不用 这个你要很冷静 而且不能有脾气 如果你很聪明 但是脾气很大 对你会有伤害 但是没有所谓 聪不聪明 请问镜子聪不聪明 镜子没有聪不聪明 镜子就是因为 干净所以显现了解一切 如果你还觉得 我聪明 我笨 那就是一种分别心 那你就看不到自信 就是佛性 清净空性 可能什么名字 就是没有烦恼的 那个本来的面目 但是你有分别 你就会痛苦 所以佛法里面 各位要得到快乐自在 开慈慧 不要花半毛钱 不要用钱 交换宗教的利益 记住我这句话 因为近代很多人 跟我说 师父 我生病了 你帮我操度 多少钱 完了 我好像女人在卖 侮辱了 这个红包给你 不能不收 不能不收 因为佛教说 人家供养你 你不收饭解 但是他这个不是供养 他这个是买卖 你帮我操度 然后一段时间打电话 操度了没有 好像收钱 赶快念经 然后现在这个社会 就变成这样 不清净 所以各位我想在这一点 不要为了钱去应付人 有时候人家去 师父包多少 我说你不要来没事 如果这个钱给你压力 你就不要去 因为对你有伤害 因为你在那边就想包多少 不给又不行 所以佛陀也说了 你要去接受佛法 你就先供养 那先供养 然后出家人才会说法 千万不要讲完 好听吗 多一点 不好听吗 算了 那就错了 因为你要去供养 是你的发心 这个是出家人 这个在修行 供养红包 这个很单纯 很单纯 然后来听听佛法 这样 没有压力 但是不能在事后 这样 所以当然这个意思 佛陀就要两方面都很单纯 我们找那个法师念经 我们尊敬他 尊敬他 那个法师也不看里面有没有 反正念经是我的事 这样非常好 大包 你用力一点 没钱 翻脸 那后来就干脆变成定价钱 就不会翻脸 反正定好了 但是问题是 这不是佛法 佛法不在于哪一部经高 哪一部经低 哪一个法会大 哪一个法会小 动机 清净才有法 才有超度 才有消财 动机 为什么呢 你现在得来症 你很操心 会让你火上加火 你现在生病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 平静 超越这个病 因为你反而平静了 病就慢慢下去 你又生起一个悲心 可能我身上有冤心在住 可能堕胎也没超度 那么地藏菩萨 那么地藏 又表达一种求佛菩萨 加持 那那个这个冤心在住 在你身上 感受到你的这种信心 悲心 乃至对他的报恩心 照顾他的心 都可以了 他就超度 因为你关心他 比喻吧 就像一个婴儿在哭 我们不是抓来打 是抓来喂牛奶 抱着他 所以他得到安慰 所以我想 在重点是 今天你的身体生病 一定是我有造了什么业 业障嘛 或是我哪里没调整好 或是真的有冤心在住 所以我来拥抱他 我来接触他 爱他 他就超度了 千万不要说 我交多少钱可以超度 所以各位身上 大部分女生 一定会有阴灵 就没办法 这个社会 所以你必须不得不 堕胎胎儿 但是我发觉 很多都没有超度 而且弄得妈妈 身体不好 妇科病 腰不好 鞭头痛 各种各种 为什么会这样说 这样一个英灵 会占一个位置 三个英灵 会占三个位置 所以你有三个不舒服 会变成这样 老女都不理他 一直爱你现在的小孩 这下完了 他会让你小孩不舒服 为什么 他会嫉妒 所以各位现在在听我讲话 那个心灵的意思 是所有生命的主宰 当他高兴的时候 对方就高兴 当他恨的时候 可以让你生病 也可以让对方死 并不是我们这个肉铁 会伤害人 是我们的心会伤害人 所以死亡者 如果他没超度 他在受苦 他也会干扰到你 也会影响到你 他恨你 那叫冤情在主 他会破坏你的爱情 破坏你的金钱 破坏你的幸福 那你对一个恨 你要如何操作呢 用爱 这么简单 用忏悔 用报恩 用爱 那最圆满的爱 我们不知道怎么形容 所以念一下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地藏菩萨 所以为什么念地藏王菩萨有力量 因为地藏菩萨把所有众生 痛苦了都当作妈妈 像慕念旧母一样 他发的愿 念一下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所以我很喜欢念这个 我说地藏王菩萨真是慈悲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他为了我们也为了你 所以我现在要念他的名字 念他的咒语 或是各位念他的经典 然后这个心就会感动对方 哇 这么伟大 不是我们感动他 因为我是他的愿心在主 我怎么感动他 他恨我的 所以他是一心念佛 所以我用地藏王菩萨的心 来感动他 他说话又讲回来 如何把地藏王菩萨的心 让对方知道呢 因为对方恨你 所以你要把地藏王菩萨的心 放在你心上 传流 传递给他 这个叫念佛 所以这一点各位永远记住 这是整个佛教的重点 就在这边了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是念在你心里面 通过你供养给对方 因为对方是连结你的心的 对方如果会连结到阿弥陀佛 那就不会做鬼了 对方的心就在恨你 对你 所以我们念佛 透过他跟你的缘 爱你也好 恨你也好 所以你来念佛 就像我们出家了 一直出家 九泉七祖 金超生 如果我出家了 我真的在修行 我爸爸妈妈想着我 他就升天 我的祖先想着我 他就升天 因为我的心 慈戒可以让他升天 如果我的心是在发菩提心 我也求生净土 我的祖父母也会去净土 因为我的心会影响他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不要改变别人 改变你自己 自然影响 不是光祖先 不能讲 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你的儿女 你的堕胎胎儿 你的亲戚朋友 我们的世界 你也讲一切为心照 所以你的心改变了 对方就改变 我们往往警告对方 你不要再这样对我 你这样这样对我 我会生气 这个是错误的想法 改变你自己 你快乐了 对方就快乐了 所以背一下 心清静 则众生清静 心清静 则世界清静 心清静 则身体健康 不要太依靠医生 每个人都有自我疗愈的力量 所以很多人在打坐的时候 他也很平静打坐 他会发现他那个痛都没有 因为他在专心的状态 不是对立的状态 当然所谓对立 如果有境界 你就会对立 比如说我会生气 我会骂人 不是随便你会骂人的 只是因为有那个境界 你就会骂人 那这个意识要去掉 因为虽然你现在没有生气 但是你现在的生气 一直放在你的意识里面要对立 所以冤心在主不会原谅你 那这个时候就像你在烧火一样 所以你的病就来了 贪心的人 欲望强的人 糖尿病 肾脏病 上高 称恨心的人 他会中风 心脏病 冒泡 青春多一大堆 傲慢 傲慢的骨头不好 鱼翅的人 有些胃肠有问题 或是昏沉 就像那个五味熊就叫鱼翅 他整天就是睡觉 五味熊我们会看 因为他一辈子吃素 他受人保护 过去是修行人 修行人 所以他不会被伤害 但是这个修行人呢 每次坐在那边就是睡觉 所以他现在 他唯一要做的就是睡觉 然后就吃那个尤加利也吃到昏昏了 再睡觉 因为修行人爱睡觉 就是这个道理 没有办法 但是他被保护的 因为修行人不会去伤害别的众生 所以这个叫 虽然我们修行的部分在家出家 如果你某一个念头就会让 或是行为 这个基因就导致你就投胎做什么动物 就像牛 在寺庙旁边的牛 大部分都是修行人 特别出家人来投胎 吃素的 但是因为他没有去奉献 他只有吃素 他没有去奉献 但是他接受别人供养 所以中国人会讲 做牛 做马 还人债 他必须还 他必须还 做得要死 但是他还是吃素 但是你要杀他 他一定哭 因为他知道他要被杀了 所以 讲这个也很有意思 念一下 生命有轮回 很有意思的 我们的心态 所做的行为 导致你的轮回 升天下地狱 有钱没钱 漂亮丑 这个夜报不一样 这个夜 就是你的心态 所制造的身口意 叫夜 而产生了夜报 所以每个人外表不一样 思想不一样 家庭不一样 那你要改变命运 不在于攀缘 我们以前想说 我去找关系 去干嘛 你心态改变 过去会生气 现在不生气 过去可能会设计 什么现在用善良 用慈悲 一个好的动机跟行为 那命运就改变了 所以念一声来 一切为心造 念头一转 命运就转 当下的问题 不用等到明天 所以我 我处理过很多 癌症的问题 重病的问题 我们都跟他谈这个 你现在心态改变了 你心态改变了 你会发现你那个病就好像不见了 那对过去所造的恶业 你跟他忏悔 缘情在主 你跟他超度 然后你心态改变了 就好了 曾经有一个人问说 他就一直咳嗽 咳也不是很严重 他就是咳 为什么 有话说不出来 放在心里 会造成慢性喉言 慢慢咳嗽 有话讲出来骂人 那你会大咳嗽 那是不一样的 因为生闷气也不行 你有话要沟通 不然他这个气没出来 他就压着 所以你就会进来咳 咳 所以 各位如果要改变命运 佛教是比较好的 它是非宗教的宗教一样 因为他讲的是心态 动机 你的心态正确了 你的行为一定好 然后果报一定好 就这样 所以你要脱离轮回 那你就不要有轮回的心态 贪嗔痴 贪嗔痴的烦恼 牲口一遭恶业 那你就不断的轮回痛苦 所以改变了 归佛 归法 归身 刚刚连归佛 发菩提心 没有贪心 归法 体振 无我空性 你就没有余思 归身 圆满大悲 消除称惠心 有这个菩提心 空性 大悲心 你的身口意 去做好事 帮助别人 修功德 那不但没有轮回的苦 你还可以成佛 往生净土 而且对我们来讲 生命很有意思 我以前 我是个旅行社的人 我也搞一些赚钱的 我最大的快乐 就是钓鱼跟赌博 所以我所有的钱 都去 都去银鼎高原 去Las Vegas 去供养 去输掉 但是那个就是我的快乐 因为我没有人生的方向 一静下来 找机会 钓鱼 经常时间赌博 但是会赚一点钱 赚一点钱不是我的 而是一种 现在想起来叫福报 福报 因为你就会天生 人家来找你做生意 就是这样 叫福报 所以各位 有时候你年纪越大 你会觉得 有一股力量在安排 你不是你想要 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个力量很强 这个会叫 业力 善业的力量 恶业的力量 所以这个世间 不公平的 有些人天生下来 含着金汤匙 很有钱 爸爸妈妈很有钱 土地很多 就像外表 那些漂亮的女人 人家生下来就漂亮 那些英俊的人 人生下来就英俊 对不对 也不是他去塑造 所以人的身体 出生的地方 就像老师说 你看到那些 外国人很有钱的 我们佛教的时候 他是天道来的 他们天生的 天道来的 你到温哥华 他们就是这样 有些是阿修罗道 还是有福报 他脾气比较差的 所以每个人的姻缘 但是他们也很可怜 为什么 虽然你是天道来的 不懂佛法 福报想完 就下去了 就像你带了 一千万人民币 来这边画 画完了 没有了 能做乞丐 只会你又去赚 所以这个赚的意思是 各位要多修福报 多修福报 你没有福报 用尽心机也没用 你有福报 随便做也赚钱 生的小孩也是来保恩的 嫁个老公 太太 也带了很多钱来 这样就有福报 所以各位了解 那你要随时注意你的心态 不让心态有抱怨 称恨 傲慢 怀疑 这些一直在伤害 甚至慢慢在伤害你的身体 所以佛教老喜欢用禅 用随缘 还是念大悲咒 除了清静 然后保持慈悲心 这样 或是你直接去做好事 都可以 直接去 多去帮助穷人 我这边好像没穷人 只有心里穷的人 所以内心很痛苦 坐在海边干嘛 无聊 我发现这个海滩那么大 他穿的漂亮衣服 谁看 他躺在那边多没意思 我去看 我都这个美 如果聚集很多人 大家来比赛 看谁穿的好看 谁身材好 就会挤一大堆 因为太大 哪有一个人 没事跑到海里面去游泳 除非是运动 不然就想要自杀 所以 但是如果很多人在那边玩 他还有意思 所以 当然 每个人都要 找到好的环境 这边叫自然 所以 事实上最美的风光 在你内心里面 一个人心情好 住在哪里都好 一个人心情不好 叫他整栋楼都是他 他搞不好跳楼 因为心情不好 所以回归主题 那 整个 各位如果愿意修行 那部分宗教 在修这一颗心 这样而已 那为了要修这颗心 所以念佛 什么叫念佛 用佛的心来改变我的心 叫念佛 用佛的思想来改变我的思想 叫念经 用佛的心来引导我 来帮助众生 叫念 重 就是希望我有佛菩萨的悲心 去帮助他 叫 但千万不要把念作当作 我要念几遍 这样我就可以进步 这样 我就可以得到什么 进阶班 我可以不用修佳行 佳行我要修正行 因为他把它当作一种交换 跑来我面前 师父我已经念十万遍了 又怎么样 你悲心吗 没有 快乐吗 不知道 但是不是要念十万遍吗 我说可以的 你可以去阿拉伯世界 因为他根本不是在修行 他是在念一二一二一二 因为我达到那个 我就可以达到那个目标 可不可怕 可怜 他在那边念念念念念念念 地上有一张垃圾 他也不剪了 你看多可怜 对不起我在修行 假设一个旅行社的领队 他很会念阿弥陀佛 都不抬行李 他会被开除的 因为他没有慈悲心 念阿弥陀佛是慈悲心 念阿弥陀佛是希望大家都在快乐清净 没有忧力充满慈悲的环境里面 以西方极乐世界为蓝图 来建设现在你的家庭世界公司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我要去受苦受难 救苦救难 慈悲众生 南无观音菩萨 因为念一下自私就痛苦 慈悲才快乐 所以赶快念观音菩萨 南无观音菩萨 因为痛苦来了 或别人的痛苦来了 我们希望学观音的悲心 就会感应到观音的力量 记住 让学观音菩萨的悲心 你就会感应到观音菩萨的力量 做观音菩萨不是等到你成佛 这个不是佛教 佛教是念佛 当下就有佛的力量帮助众生 就像一个人快往生了 快往生了 我们帮他念佛 他如果放下 相信他马上看到阿弥陀佛 变成坐在莲花上的 他自己变成坐在莲花上的阿弥陀佛 然后就往生极乐世界 生死都可以问题 何况是世间的小问题 所以希望大家 学修行的方法 释迦牟尼佛是在树下成佛的 那什么意思 跟自然在一起 不要跟这些造作的东西在一起 也没有拥有什么 因为树下是大家的树下 在那边思维 生命的原理 万法的真相是什么 佛陀佛在树下思维 终于成佛 当然不是光那个思维 就是说 因为他有累结的福报 不失实践忍辱的福德之良有了 我想各位住到黄金海岸 应该有一点福报 有一点小钱 然后我们出国理由 有福报 但是有福报 你要用对地方 不要浪费福报 所以佛陀福报具足了 他在树下打坐 思维 终于觉悟了 念一下 正觉缘起 正确的觉悟 万法都是因缘所生起 所以万法没有永恒不变的本体 叫空性 叫缘起性空 诸法 一切法 因缘生 诸法 因缘灭 一切的存在 凡事没有单独存在的 没有因没有缘 它就不会存在 凡事因缘存在的都在变化 所以因缘生 因缘灭 万法都是生生灭灭的 正常 离开空气我们都不能活 离开阳光也不能活 所以一切的存在 都是互相依靠 互相影响 互相关系的 这个世界 没有单独这个我的东西存在 连我都没有 没有我的感情 现在我们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我某人 为什么对方要对我这样 为什么我老公要对我怎么样 为什么公司要对我怎么样 所以他认为有个单独的我 然后呢 这存在 然后他想要去掌控外在的一切 在我直 很痛苦 每天都在打仗 都在对立 所以 唯有佛法讲这个平等 空性 因为万法 虽然它是天花板 它是麦克风 它是花 它是桌子 它是房子 它是一个人 但是都是暂时存在的 都是言云条件 组合互相影响而存在 就像前面的花 现在这个样子 是人为的把它插成样子 但是花一直就在变化 在七天八天就烂掉 变成营养又融入土地 土地又长出别的东西 所以花是在一个生涅变化的状态 没有不变的花 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名字 假的 虚幻的 它的本体呢 叫 是没有本体的 没有自信的 佛教只能用一个名字叫空 空不是没有 是麦克风是空的 因为它是 这些原因条件组合 所以它的名字叫空 这个人是空的 你讲 照见五蕴皆空 各位会被心惊的话 照见五蕴皆空是 如果你有智慧了解 原来我的生命是由 五蕴 肉体跟受想形式 就属于肉体的 跟感受 想法 意志 意识 合起来 那这里面根本没有我 身体不是我 因为它会变化 感情不是我 它会变化 想法也不是我 因为它的所有的因缘 在变化 快乐跟痛苦 它只是一个 刺激而生起来 这个快乐痛苦 不在你心里面 它是因为有 才生起来 各位要注意 爱情是 永恒的吗 爱情只是你的感觉 这个男人对我不错 这个很甜 因为你有个贪 觉得有一个我 这个习惯性 我喜欢这个浪漫 爱情 所以你去追求这个 就像抽烟 抽烟 赌博 它本来就不是存在的东西 但是你培养这个贪 习惯 从上辈子贪 到这辈子 这辈子没叫到好老公 我这辈子也还能在家 因为你要一直追这个东西 所以但是各位你想想 那个只是一个感觉 一个希望的我想要去追求什么 而造成自己也很苦 有也苦 没有也苦 怎么样不苦 赌博什么时候停下来 什么时候快乐 没有欲望的快乐 超过百千万亿欲望快乐的 百千万倍 没有欲望 千万不要每次把它擦皮肤痒痒 然后再来抓 哇好爽 我再给它地上 我再来养再来抓 现在人就是喜欢这样 抓一个来养 然后再告诉他不要养 那各位你要有智慧去讲 因为佛陀正洁缘起 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 都无自信的 所以都是暂时存在的 不能永恒的 所以卑嘉 诸行无常 你要去思维 佛法最重要的是思维 你听到这个道理 你要找个树下坐在那边 找个海边开始思维 再加屋顶开始思维 你会买一个有窗户的 有阳台的坐在外面 思维 为什么 就是隔离 你必须暂时隔离 几分钟 每天至少思维一个半个钟头 不要整天坐在外面 神经病 因为我们所得到的道理 是要来处理世间的事情 来帮助他们 所以要去思维 原来这只是一个 你现在所看到的一切 都是变化无常的 再来念一下 诸法无我 所有你看到了 感受到了 都没有一个不变可以主宰的 我不变的爱情 没有的 没有的 这只是一个 一个感觉而已 它叫水 它叫冰 它叫雾 它叫云 它叫雨 它因为在不一样的因缘 所以它表现不一样的名字 对啊 我的心就一直跟着它在跳 给小费 光头碰到光头 哈喽 Good 好 接这个机会 我要做一下甘露诗诗 就是要 你来了 你祖先也来了 你的胎儿也来了 这个地方宣布要办法会 那些无形的就来了 鲸鱼也来了 无味熊也来了 相不相信 你要相信 你不相信 你自己晚上回去你就痛了 因为他说 你不承认我存在 法会就是要超度 所以我们那边摆了很多面包 那本最大本的 1700个 堕胎胎儿 名字在上面 我还有写一张 来 参加法会者 身上冤亲在主 动物亡灵 堕胎胎儿 一切亡魂 同来法会 饭店内外 黄金海岸地区 众生有情 同来法会 要慈悲 法是慈悲的意思吧 最好 念一下 地狱道 请来此地 恶鬼道 赶快来吧 这个叫招请 我们就是要招请 这才叫法会 所以这次来买了五尾熊 永远摆着 我要记着五尾熊 这些出家人 不要睡觉了 这代表澳洲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前面摆个地球 又摆一个星球 这是我们的对象 因为佛法就是要帮助 这个对象的 比如说我刚刚讲空性 我们思维空性 不是为自己 自己得到了空性 接受了 自在了 目的呢 帮助所有众生都得到空性 因为他们好痛苦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正觉缘起 就要把这个道理 念一下 大转法轮 普度众生 让我们都成佛 不要做女人 不要做男人 要做佛 做佛 他不限定 他在什么样的形象 为什么 他可以下地狱度众生 他可以去做 五尾熊 度五尾熊 那一只五尾熊 怎么都不睡觉了 因为他是佛来的 他每天 去床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 做过大鲸鱼 然后一直游来游去 游来游去 去度所有的鱼 因为你成佛了 你就可以自由自在 这个叫普门四线 观音菩萨 这叫 念一下 千百亿化身 释迦牟尼佛 所以因为成佛了 他可以百千万亿化身 那化身的目的呢 他就要去帮助他们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帮助 恶鬼道啊 往生者啊 或地狱道啊 然后我会念快点 然后各位就观想就好了 因为我会念 我要念什么奏 你就知道 然后那个本子 如果你要 不然发给大家好了 念一念 以后各位在家里念 好不好啊 好 好一定要做 你不要好 好 晚上你就忙了 师傅我为什么睡不着 因为你没做 因为你 知道了这个法 就要去慈悲 黄色的 黄色的 希望各位多收看 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依应春节返书 指挥中心启动 春节期间入境检疫专案 提供三大方案供民众选择 提醒您 无论选择哪一种检疫方案 均请确实遵守防疫规范 并请配合相关筛检措施 特别提醒选择10加4或7加7方案的民众 反家居家检疫期间 以一人一户为原则 同屋内 若有其他同住者 同住者需完整接种疫苗满14天 且不可与居检者同处共识 并请遵守指挥中心防疫规定 让我们一起努力 遵守检疫规范 守护台湾 近几年 在这个折布斯找到了 大概在12世纪 撰写的一部叫做 《上师传承历史》的文献当中 有这么一个记载 在印度有一位 本智大叫做阿迪祥 他不仅就学士渊博 而且德高望重 生命远博 对这个整个佛法和教义 都有非常全面 透彻的了解 所以以西渊是非常的希望 能够将阿迪祥尊者 引擎入藏 于是呢 这个众人呢 他就交给了 有一位叫做 加《上师传承历史》的意识 但是呢 非常可惜的事情就是 这个意识没有成功的 将尊者侵入到藏地 他把这一路的建文呢 以及这个尊者的答复 会报给了这个以西渊 之后不久呢 他就再次返回了印度 来到了这个超界寺 跟随阿迪祥尊者 继续学习佛法 而此时呢 在藏地 这个以西渊也是年事已高 愿望还没有来得及实现 就永世尝词 那总而言之呢 以西渊就没有成功的 将尊者请到藏地 所以呢 临终的时候呢 嘱咐他的侄子 成就儿来再接再历 那么成就儿 为了能够完成叔叔的遗愿 就特派纳索义石前往藏地 纳索义石啊 然后呢 就是前往印度 引寻这个尊者 来实现这个叔叔的这个生前 在藏地广传正法的这个红业 下面呢 我们来讲讲纳索义石 到了印度之后的情况啊 纳索义石一行人啊 跋山涉水 风餐露宿啊 终于抵达了阿迪祥尊者所在的这个超界寺 在这座寺院是 继这个纳兰陀之后啊 是印度最重要的佛学院之一 但是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 它是 它也是 曾经是密教的学术中心 而且这座寺院啊 曾受这个波罗王朝历代 国王的固执 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呢 就可以得到这个国王 授予的班智达学位 所以呢 这里可以说是 人才辈出 很多著名的学者和大师 都是来自于超界寺 多有谁呢 比如说 这个嘎冀派的祖师 纳罗巴 还有阿迪祥尊者 还有后来到西藏的 释迦失利 巴陀罗等等 总之呢 我们回来接着讲这个纳索伊士 他们抵达印度之后 到了这个超界寺 前面的这个恒河边上 当一行人呢 终于渡过恒河 行至寺院门口的时候 那时候就天色已晚 寺院的大名已经紧锁了 就没办法 所以他们一行人呢 就只能在寺院外面的一个角落过夜 天亮之后呢 那时候一行人呢 就是在门外就诵经 这诵经的声音呢 被在寺院里面啊 跟随着阿迪祥尊者 学习的这个 尊珠心基 一师就听到了 一师一听了 就知道是藏族 所以呢 就想出来探个究竟 于是呢 他从寺院里面出来 用藏文询问纳塑医师 一行人啊 你们 为什么来这儿啊 是为了迎请班智达呢 还是为了学习佛法呢 这个时候呢 就外面的这个纳塑医师等人呢 这一路的艰辛 全是外国人 外国话 突然之间呢 就听到了熟悉的藏文 熟悉的声音之后呢 那就特别的 就不要提有多么的开心 更激动了 有点像是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 汪汪 激动过后呢 他们就回答 这个纳塑医师 我们都是为了迎请尊者 阿底下尊者 入葬而来 纳塑医师一听呢 就马上就说到 你们千万不能跟别人 或者说 或者就超级人士的人说啊 你们是为了迎请尊者来 这样他们就会很不高兴 所以呢 他们 你们呢 就先稳住啊 什么都不要说 呃 做出一副假装来学习的样子 等到这个机会成熟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们 呃 怎么来迎请尊者 于是呢 这个纳塑医师人 一直留在这个超介斯 学习佛法 大概过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 才终于有一个机会 告诉尊者 他们此行的这个真正的目的 阿底下尊者 听后呢 说道啊 看来这个藏地的国王 真的是一位大菩萨在世 菩萨的话呢 我们就怎敢违背啊 而且为了佛法的兴盛 尤其呢 你们又如此 呃 不远万里 啊 来到此地 所以呢 这次呢 我会一定想办法去一趟藏地 满足你们的这个祈愿 接着呢 就尊者就特别为此引请 就是祈请了杜姆 因为他的本尊就是杜姆 那杜姆呢 就告知尊者 此行 进葬利益会非常大 特别是会利益到有一位在家居士 那这个在家居士 具体是谁 我们之后再说 不仅如此呢 这个尊者呢 还太特别的 为此去了金刚座 在齐秦 和占卜 结果也是一样 所以呢 就是阿底下尊者呢 最终 下定决心要去远赴西藏 弘法立生 同时呢 他也就是 跟当时的这个国王 和超介斯的指示们 有约在先 此行只去三年 三年之后就会返回印度 不久之后呢 他们就启程去藏地了 当时入经尼泊尔的时候 很遗憾的事情就是 那位 宗族森基医师呢 途中就远界了 于是呢 阿底下尊者说 他的医师就去世了 这等于是 我的舌头没有了 去了藏地 没有什么意义了 他这么一说呢 那所医师就说 在藏地有著名的人先散播 等很多医师 而且呢 一些比较简单的对话 自己也能可以翻译 所以呢 尊者一定前往西藏 所以呢 后来 那阿底下尊者也没有回头 直抵阿里 所以当时的情况呢 就更加的混乱 那么人前散播呢 他就在年少的时候 就曾远赴印度 主要在喀什米尔地区 学习佛法 后来呢 又回到藏地 得到这个 以西威尔地医师的青睐 和赏识 所以呢 以西威呢 就请他带领 这二十几个人的这个队伍 前往印度学习 升藏 后来呢 他又在印度呢 学习了很多年 所以呢 无论是佛法的典籍 理论和教授 还是密法的内容和修行 他都可以说是 受过正统教育和完整的学习 而且又是精通藏文和范文 所以呢 当时呢 他再回到藏地的时候呢 就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论 尤其是密法的典籍 也翻译了不少 就是医学的典籍 也对这个藏传的医学 起到了相当大的这个作用 总而言之呢 他对这个藏传佛教 尤其是这个密法 打下了一个全新的正法根基 所以呢 从他开始的这个密教啊 就被后人称为西义派 所以呢 就是在他之前翻译出来的这些密教典籍啊 以及流传的这些教授口节啊 都被称为旧义派 可能很多人不太有听过啊 旧义派或者新义派这个名字 但是呢 如果换个名字 可能很多人就会非常熟悉啊 就是宁马派 宁马呢 在藏文里面就是旧的意思 因为宁马派 他们说他们自称的就主要的修行传承 都是来自旧义的部分 也就是说 在前红旗留下来的密法内容和教授 作为他们主要的传承 所以呢 他们自称旧义派 但是呢 在藏文里面啊 省去了一个义字 就只有旧 所以就变了宁马这个字 那么 阿底侠尊者 抵达藏地之后 藏旧尔是怎么迎接他的呢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觉得我们下回再分解 谢谢大家